过去这些年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推进的非常的顺利 包括在这次疫情抗击的合作的过程中 金砖国家也是彼此相互支持着 现在看在金砖国家里面印度的疫情那么比较严重 那么金砖国家也是提出向印度那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因此在疫情抗击合作的过程中 金砖模式那么的确那么值得提倡 同时也值得去推广 而且现在全球面临着一个疫苗紧缺 包括分配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而这一点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我们知道现在的疫情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南升北降 那么南升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这个地区 那么由于疫苗的这种不可及性 那么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 而多半位于本半球的这种少数的发达国家 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疫苗 而且个别国家是囤积了远远超过自身所需要的疫苗 因此使本已紧张的疫苗短切的局面 那么变得更加的不平衡 因此这次在金砖国家的外长会议上 那么几国的外长也是探讨了 如何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加强合作 同时使疫苗的分配那么变得更为公正更为公平 现在看疫苗分配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个就是可及性 另外一个可负担性 那么一方面要使目前依旧紧缺的疫苗 能够尽可能的做到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分配 因为毕竟全球抗疫它是一个整体 那么尽管那么少数的发达国家 尽管你囤积了很多的疫苗 那么似乎自己可以扎起这个围墙来 但事实上那么在疫情抗击的过程中 只要全球出现一个短板 那么恐怕全球抗疫 依旧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因此现在就是说帮别人 同时也是帮自己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如何推动疫苗分配的合理性 使广大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能够得到疫苗 同时又能够负担起疫苗的这种成本 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而在这个领域里 那么五个金砖国家 彼此之间的合作帮扶等等 应该说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那么值得向全世界去推广 感谢观看